右腹政見者即是四帝位 要講四帝 前面講元起 中道 然後接著講中道 然後接著講四帝 就是從前面開始講元起 然後接著講中道 接著講四帝 右腹政見者即是四帝位 如時之四帝 應斷及應修 過苦滅陰症 由滅而滅 其實元起 中道 四帝 其實它是同樣的一件事 要做不同的說明 一般我們說 有因有人事件及 事件是苦及 有因有人事件滅 有因有緣 政見事件滅 不著有 不著無見 政見事件滅 不著有見 這個是中道 出世的解脫道 是以元起及四帝法門為干擾 那麼元起其實就是四帝 四帝其實也就是元起 那麼一個是很多說明 一個是術的說明 所以說到政見 除支元起的旗跟滅 還有四帝的政見 這是經中特別重視的 政見流轉黃滅的元起法 是一因而起 一因而滅的政見 我們說元起兩種 一個是流轉的 有因有人事件及 這個是流轉的 有因有人事件滅 這個是黃滅的 那麼 因跟元 那麼其實就是我們講 有因有人事件起 為什麼會有這個五義聖經 這個世間是五令的 那麼這個身心 這個生死從哪裡來 當然是從煩惱跟夜 這個是有因有人 那麼為什麼可以不用生死 可以解脫 有因有人事件滅 這個是黃滅的 跟滅盤 這個是生死流轉跟滅盤完滅 那為什麼可以正滅盤 那不用再生死 那是因為病跟胃 那麼這個就是道 八正道 那麼得解脫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這個不是 他說是 政見流轉黃滅的元起法 是一因而起 一因而滅的政見 那麼有煩惱有業 有煩惱造業就感到生死的苦果 有這個五令身心 那麼把煩惱滅掉 不再造作業 那麼斷進煩惱的根本 就不再生死 不再生死 得解脫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 苦即滅盜的 就是盜都滅 那滅就是滅盤 得解脫 盜就是滅苦的正八正盜 就是滅煩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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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煩惱的 乃至老死 若悲老苦念 所以一緣而無 因果相依 就此有故彼有 此不故彼有 這個叫做因果相依 必然心 從忠道的立場 忠道就是不依不依 未來不去 這些不是偏兩邊的 就是正確的 如煩假有的元起關中 他不是完全都明有 也不是實有 他是元起有 如煥有 假有 他是有 他不是沒有 但是這個有 不是實有 所以這個忠道就是這樣 他是有 元起有 他是有 但是這個有 是元起有 如煥有 假有 假失色有 或是我們說假失色有 假有 假有 那麼基本上元起有 如煥有 假有 他並不是沒有 但不是實有 不是實有 非實有 如果實有 就不是元起有 如煥有 假有 不是的 有 就是一種存在 好 所以他說 這個是從忠道的立場 那麼 如煥假有的元起關中 正確的體見他 深入到 迷惑正正的聖境 那麼 凡聖的差別在於 有沒有 聖見就是我見 那麼 你斷了聖見 你就是聖者 你沒有斷聖見 你就不是聖者 那麼聖者 還有分兩種 有學跟無學 有學是還有煩惱的 無學是完全沒有煩惱的 從大聖的立場來看 還有大聖的跟小聖的 那麼 佛是把習氣 微信煩惱都斷掉的 阿羅漢是還有習氣 那是一種很微信的煩惱 那這種煩惱是不障害解脫的 那佛是把習氣都斷掉 沒有習氣的 又有不同 好 所以他暫時這個是你禍 禍就是我見 你只要斷了聖見 你就是聖者 那麼四弟也是因果的 苦其滅道 苦因苦果 那麼這個聖因聖果 就是說聖者 你正聖的因 那麼你是聖者 你是凡夫的 那麼這個是受苦的 那麼聖者是滅盤熱的 那不一樣 所以苦由己而生 他是講因果 苦其滅道 苦是指苦果 苦果就是六道 凡夫六道都是苦果 那麼陰就是煩惱跟焉 那所以 這個生死 苦因苦果 那解脫 那麼也是有因有果 就是滅 滅就是果 那麼 道就是因 所以滅依道而正 就是滅盤的因 滅盤的果 生死的因 生死的果 這是生死的因果 這個是生死的苦果 這個是苦果 那麼這個是流轉的 生死流轉的 這個是苦因 這個是生死流轉的因果 生死的 生死流轉的 那這個苦果裡面 就分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的有情 三界裡面 你就算無色界 他還是在流違裡面 所以這個是生死流轉 有生死的 生死流轉 只是時間的 長轉 苦樂的不同而已 生死流轉 生死流轉 不斷不斷流轉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講 如果講樂的話 這個是樂果 這個是樂運 這是解脫啦 應該講解脫吧 沒關係我們就用苦樂來講 解脫 這個是滅盤熱 這是滅盤還滅 滅盤的滅盤熱 解脫熱 這個苦是生死苦 生死流轉的滅盤還滅的 滅盤還滅 就解脫了 解脫熱 這個熱 這個熱是解脫 解脫熱 這個熱國裡面 這個是凡夫 凡夫三界六道 這個是聖者 聖者 聖人 一般來講 三聖的聖 當我們講 暗暗經來講 他是這個聖人 他是四雙八卑 就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出國相 二國相 三國相 四國相 這樣來講 我們從暗暗經來說 四雙八卑 那 為了音就是八正道 解脫的音就是八正道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苦音 就是熱 煩惱熱 末熱 煩惱熱 因煩惱而躁熱 那根本的煩惱 就是無名 主要是無名跟貪安 那無名就是不知無我 所以斷了 斷了正德的無我 斷了身間 就變成 就把這個苦音斷掉了 就變成聖者 其實是這樣 那他也是一個因果 因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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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雙 那詳細的說 就從這個無名 從這個無名 因為你執取這個我見 那麼起探安 就無名原行 就照焉 就起探安 在照焉 如你原行 起原始 始也明色明色又六 又六畜受愛情 有一季節 再起種種的煩惱 然後照種種的焉 是明色又六畜 畜受愛情有 那麼 開始又造作白生的苦果 就這樣 然後 有 就有生 生又老死 又被老苦 就這樣 就不斷不斷 就從這樣下去 那這個一八正當 無名滅則洗滅 說戒定規 無名滅則洗滅 洗滅則失滅 那你就不再 不再這樣 那麼 尤其斷了身見之後 不會以我見 那麼造生死之夜 那麼漸漸把這個煩惱完全斷進來 那麼就鎮阿羅漢 就死身一見 犯人羽利 手作一半 不受厚惹 那麼還沒鎮阿羅漢以前 那麼也不會剁三二刀 就人天人天 那如果你把玉界的煩惱斷掉 那麼 你也不會來玉界 你只會到色界 你不好就 在那裡正面來 其實這樣 好 所以 他說 四地也是因果的 苦由己而生 滅因道而正 那所以道就是因 解脫的因 滅就是滅牌 所以道 八正道是滅牌的因 那麼 煩惱跟夜 是生死的因 所以這個叫做苦由己而生 己就是苦運 就是夜的積居 煩惱的積居 這是世間與初世間的兩重因果 所以凡夫這個就是世間的 這個是世間的流轉的 那個是初世間的 兩重因果 就是因跟果 所以這邊是世間 這邊是初世間的 這邊是世間的 凡夫這裡就是三界六道 這邊是世間的 這邊是初世間的 這盛者四雙八邊 八正道這個是初世間的 這個是初世間的 兩重因果 世間就是三界 三界六道 有義事間 有情事間 所以他說 觀察的對象 還是現實苦惑的人生 就是 人比較可以得解多人 來做觀察 從苦而觀到疾 好像從老死觀到愛 取為遠 到無名為遠一樣 那這個 這個就是要講述的來講 就是這個 這裡 無名 從無名這邊來說 就苦因 苦果 從苦果 來講苦因 他說從老死 就是往前推 為什麼會有苦 從老死而觀到愛 一般是這樣 無名 我們講十二元曲是怎樣 這個是從因 從無名 原始 連無名會有水星 吳明 行 四 明勝 六處 父受爱取有 爱取有生老死 有就有生 生就有老死 又非苦恼 就从这样来讲 就有老死 那他说从 他说从老死而观到爱 老死是因为有老死就有生 有生一直观到爱取有 因为有这个爱 这个有就是未来 未来的潜在 然后死了之后 因为以为这个 所以又要生老死 然后观到这个因 这个爱取是因 未来老死的因 所以他说 从老死而观到爱取为原 那 所以从爱 观到这个无名为原 所以无名 就贪爱 这个是因 这个也是因 这个是过去有 过去有无名 所以现在才有这一些 是名色 无名造业 这个是过去的 然后有现在 那么现在的这一些 是果 那么又造作这个 这是未来的因 这是过去的因 我现在的果 然后现在的因 又造成未来的果 是这样的 那么灭也是这样 知道无名灭 就是行灭 那么有是这样 那没有也是这样 就从因 因果关系 他说 所以从苦而观到极 这个就是苦跟极 然后觉察到了极灭 则苦灭的灭力 那么怎么能断极而正灭呢 这个就是修道 就是你要怎么样断烦恼 主要的极是什么 无名灭案 就是生死的因 生死的因 主要是这样的 无名灭案 极最主要的 就是 这个是苦因 那苦因 这个苦是生死苦 沦迴苦 这个苦是沦迴苦 沦迴的苦 长叶沦迴 所以常常讲 长叶沦迴不知苦之等致 所以是苦因 极是苦因 那么断极就是把这个苦因断掉 苦因是什么 苦因就是主要是无名 跟灭案 所以十二元极里面主要就是无名跟灭案 无名跟灭案 所以才会把阿兰菌里面藏手 那么众生 不知苦因 长叶生死 就是无时生死 长叶无文 不知苦之本尽 不知道这个苦因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受苦 那么 主要在哪里 就是 你无名不断 爱远不尽 就是说 他无名跟 就是 无名不断 就是你一直有这个我见 其我安 爱远不尽 那么 死了之后 还会再受神 就是这样 如果你把无名跟灭爱断 死了之后就不再受神 就把这个生死的苦因断掉 就是这样 所以 那么 这个必须要修道 那怎么样 怎么样断无名 怎么样断贪爱呢 那无名 说断无名是什么 那我见 那我见怎么样收断就断 必须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又要修道 那么就要多文兴起 从文字起观照 从观照再证实一下 这样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无我的道理才是真理 那么大部分 如果不是佛教徒 基本上 他没有讲这个道理 除了佛教 那么有一些印度教 印度的宗教也讲无我 但是 这个无我 跟佛教讲的无我又不太一样 那有一种是断面的 那像国内文教他也讲无我 但是他的无我是真常我 他是说 我们这个我不是真的 是你要见到那个真我 而不是你这个世俗 而是真我 放我 他要讲真我 那是常见的我 但是他的文字上 说明上 有时候也讲到无我 他是说 没有这种世俗的 你认为这个 但是有一个真实的 常见的这个我 这种也都要善交分别 但是大部分的宗教 大部分的宗教 没有牵涉到原期 就是说 除了佛教之外 那么其他的宗教 其实不讲原期 不讲无我 就是讲原期无我 这一部分 所以 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顶多升到天上 那还是在轮回里面 所以 那么道就是要跟你讲这个 所以 这个道 那主要就是忠道 正确的 如实 忠道也就是发生到 要先准正见 那么 所以他说 道是正灭的因 解脱的因 那么 生死轮回的因是什么 无名跟堪堪 尤其是生见 果见 果见 果见跟果爱 果见跟果爱 是生死轮回的主因 所以你把我见断掉了 那么 就是解脱的因 所以 也是达成 疾苦灭的 疾苦灭的对峙 那么 就是灭苦 跟灭这个疾 疾跟苦 灭这个苦 灭苦之道 所以他说灭苦之道 这样 知四帝与知元起 并非是不相关的 那其四帝跟元起 是不同的说明而已 十二元起也可以做四帝观 比如说 老死 老死吉 老死灭 灭老死之道 今中说为四十四字 这个四十四字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苦其灭道 对 你们说一下 就是 并不是远起便是地 并不是不一样 它是一样的 不同层次的说明而已 我们有时候 会犯一些书认为说 这个壁之头是 建元起解脱的 那阿罗安是建四帝解脱的 我们会以为四帝跟元起不一样 其实不是 四帝即使就是元起 那这里讲到四十四字 它是说 比如说 我们讲五名 十二元起 元起一般 详细的说明 做十二字 五名元起 行元四 四 四远元�跃 颜色远六路 六路就是六聪 六路元寿 俱人受 受元爱 二元取 取元元 勿元老死 又为口男 那这个是二口男 这个是十二点 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誰有一個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十 五 十 五 他從這裡開始 就是從這裡老死 苦其滅到他都有四個 他說四十四字 四十四字是這樣 那麼行 從行開始講 行 等一下 從苦其滅到講 那麼 至 行至 那麼極至 這個就是苦 行 那就是這個 無名其事 這個是緣起流轉的 這個是苦 這個是苦 那因為最後是老死 會苦 極 然後後面是什麼 這個是極字 應該是怎樣 這個字就是苦 極字 然後滅字 然後滅字 然後道字 應該是滅道姬字 其實就是道 滅道姬字 蛇圓圓起 你知道這個 五里圓起 這要 這葉 然後四也是這樣 都有這四個 就是 字 極字 滅字 滅道姬字 極就是苦其滅道 十二圓起裡面 從行 然後四也是四個 每一個底下都有四個 一直到老死 一直到老死 他就做四地觀 所以從行 一直到老死 無名言行 然後還有這個 行人是四人名聲 文字 六月六月圓圈 出圓獸 受圓胎 愛圓起圓有 有圓生 生圓老死 一樣有這四個 那就總共就十一個 十一個每個都有四個 十一乘以四 就等於四十四 都有四帝 就變成四十四字 老死也是這樣 苦其滅道 一樣 這個就變成四十四字 所謂 金功縮為四十四字 所謂圓起政見 也就是四帝位 所以圓起就是四帝 其實不同的說明文 一個是橫向的 苦其滅道 一個是樹向的 無名形式 無色六處出手 他都是有陰有緣 有陰有果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 那並不是 一般說 這個 地之火 建圓起 阿羅漢建四帝 其實圓起就是四帝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主要是 這個圓起 它是從 有陰有緣 這樣開關下來 那 四帝它基本上叫做苦其滅道 那麼這個就是比較做 系統上的可能就是佛說的 那麼 那麼避之火是沒有佛的時代 那麼 那麼 他翻見 這些 這些生命 那麼 看見一些道理 那麼 知道圓起 那麼 世帝是佛為 所以 無比修講苦其滅道 那這樣一直傳下來 所以 後來就會變成說 阿羅漢是見四帝 庇之火是見圓起 那其實真實來講 圓起就是四帝 四帝就是圓起 是這樣的 好 因為我們這樣 就會覺得好像圓起 圓起比四帝高明一點 庇之火 智慧又深一點 所以他見圓起 阿羅漢見四帝 不是 見圓起就是見四帝 好 所以他說 圓起正見 也就是四帝的正見 四帝的智慧 見圓起的智慧 就是四帝的智慧 不過在說明上 圓起法明 所謂圓起法明 所謂圓起法明 著重於素文 無名其事 無名其事 四帝 很又分裂苦其滅道 所以這個是苦 素的說明 就是這樣 這個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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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所以它是三四兩重陰母 有陰有緣 圓這個有這個 圓這個有這個 那就是這個叫做素的說明 那圓起是海的海的說明 其實是這樣 所以圓起其實跟四帝是一樣的 所以數的系列說明 跟海的分類說明而已 佛在鹿野院最初为吴比丘大转宝 就是讲四弟 那佛到底为吴比丘讲什么 那么如果我们研究起来 应该是第一个讲忠道 不苦不乐的忠道 然后之后就跟他讲 这个不禅不断 就是因为他执着常见 因为他如果要见法 那吴比丘并不是讲了佛 并不是讲了大家都一起正法 不是的 最初正的是乔丞宝 那么有一些还挺正 那么有一些是正出国 那么后来慢慢正阿勞 那么第一个正阿勞是乔丞宝 最初一开始是讲不苦不乐的忠道 因为吴比丘先执着 执着苦行才是修行 那佛陀当时跟吴比丘一起在苦行灵那边休息 那佛陀修了六年的苦行发现 这样修下去不是放苦不能得解脱 所以他就离开苦行灵 那么去因为身体很脏很瘦 没有力气 那当然他出来的时候 吴比丘也跟着出来 因为一直是要保护他的 而且是要帮助他修行 帮助他得解脱 结果佛陀走到灵连禅的时候 接受牧羊女的供养 那这一碗桌的供养 就已经违背了他苦行的宗旨 因为苦行的理论就是 他是一马一卖 你要选择一法做苦行 你就要坚持 坚持到死 那么依这样来折磨自己的身心 消自己的业 因为他们认为业是造成你受苦的 所以你把业消掉了 你一直受苦就一直消瘾 一直受苦就一直消瘾 所以等到你受苦而死 业就消瘾 所以当你不再受苦的时候 就表示你的业并不会尽 那吴比丘看到释迦摩女 那么受了这个牧羊女 的一碗粥 表示他已经放弃苦行 所以既然你放弃苦行 他们认为你放弃苦行 就是放弃解脱 因为只有苦行可以得解脱 那你既然放弃苦行 你就放弃解脱 那你放弃解脱 我是来护持你修行的 你现在不修行的 我就不再护持你了 所以在那里他就分到阳标了 那么 佛陀就往另外一边一直走 然后走走走 再找一个适合修行的 就找到河迪加羊 就找到下一个城了 后来在那里成河迪加羊 那么吴比丘离开的时候 就不再跟随释迦蒙 不再跟随西达多 就离开了到陆远院去 那后来佛陀在那里成河 那么他就回去陆远院 陆吴比丘 那吴比丘知道他要来 那么一开始是不屑于他 所以他们先讲 等一下西达多 我们不要离开 后来因为佛陀的威德运 大家不知觉的就跟他比喻 那么他心里面是有福音的 他先问你为什么要放弃修行 其实就是他不是放弃修行 他只是放弃苦行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定义就是 但是苦行就是修行 不苦行就是不修行 但是这个观念是错的 所以佛陀所需要跟他讲 不苦不乐的忠告 就是认为 这个是中法韩经里面 他是这么说的 吴比丘讲的 但是有两边行 所以我们说 除了不有不无 不来不去 不依不欲不惨不断之后 还有不苦不乐 跟不情不完的忠告 就是这样 但是有两边行 两边 这两边就是错误的 只要是两边就是错误的 诸为道者所不当行 这两种是错误的 其实就是非因继因非国继国 所以正阿罗汉 不是阿罗汉 见到的圣者一定先冠什么 冠戒进取 戒进取就是非因继因非国继国 这样的修行 并不能得解脱 你就会认为这样的修行 可以得解脱 苦行不能得解脱 你就会认为苦行可以得解脱 这个是非因继因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非国继国 你这样的境界 你得初产二产三产四产 得空无边四无边 无所有非产非非产 你修到这样的境界 并不是涅槃 并不是解脱 你却错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涅槃 就是解脱 那么这样也不能得解脱 那么要先去掉这样的非因继因非国继国 你才能真正得解脱 所以正出国的他要灌三节 除了灌身见之外 身见是最主要的 但是要灌身见 就是三种烦恼 灌三节三种烦恼 身见是最主要的 但是你要灌身见之前 你必定要灌什么 借进去 认什么 疑 疑就是对四帝有关疑 对四帝不理解 不认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八生大五 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你不知道正确的因果观 远起观 你是不能得解脱的 所以这个疑就是四帝 那四帝跟远起就是 就是说 你一定要见远起 那你才能断身见 就是我见 那你主要是这个 但是你要得断身见之前 你一定要先断戒进去 非因继因非果继果 非因继因 非果继果 这样的修行 并不能解脱 你确认我的这样的修行 就可以解脱 特别是苦行 所以苦行非涅槃允 那你这样的境界 很多印度外道也禅定 像佛斗的两个老师 就是叫他禅定的 那么阿罗罗加兰 跟塔佛罗摩罗子 一个得无所有注定 一个得非想非想定 也有的说无想定 无所有注定 都非想非想定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涅槃 实际上这个不是涅槃 这个不是解脱 但是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 这个就是说 所以他也不能得解脱 那么有很多宪法涅槃的 得世无设定论 论为是四种涅槃 其实不是 那么这个也一定要去除 你一定要把这个去除掉 你非因基因非国基国 你就不可能得解脱 那么你对世定缘起不理解 你就是有疑 你是很清楚 那么你也不能得解脱 你动不了身界 所以佛陀 魏无比丘 魏无比丘讲 当之有两边心 就是诸 为道者 所不当学 真正要得解脱的 要修解脱道的 不应该要这样 就是为道者 修道的 就是当时大部分的人都这样 就是为道者 不是偏苦就偏偏 多数是偏苦 就是为道者 所不应学 这个在经典跟绿典里面记载的很多 就是佛先为无比丘讲什么 所不当学 不应该要学说 不应该学 不应该学 凡人所行 这个是凡夫人 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得解喔 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得解喔 执着无欲的 二者自凡自苦 自反自苦 自己 自己找苦吃 受种种的苦行 那在印度现在还很多 主一只手 主一只脚 这个 多不洗澡 或半年洗一次 半个月洗一次 一天洗三次 那么头进在沙里面 在树上 一麻一麦 只吃 只吃大便 这些大多 非常多 那么 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的苦行 就是折磨自己的 让自己 那个心 那么 有那种 堪忍 那 他说 自反自苦 非 非贤胜求法 这个是凡人所行 那这个自反自苦 也非贤胜求法 不义相应 没有意义 所以 不义苦行当远 舌辞远 有取忠道 所谓八正道 你一定要先舍掉这个 这个是对无比修长的 中道就是正确 刚刚我们讲的 正确如实之道 就是什么 八正道 也八正道 其实是这样 那么 一开始 为无比修就是 讲不苦不乐的中道 然后他们能够解脱 一定是 那么讲不长不断的中道 一定是有讲四定 讲缘起 所以如果我们上初转法 那么在 为无比修讲的 他不是讲一次 那么无比修是 赤地赤地 就是 超生如现正 然后慢慢慢慢 两个人 因为有五个 五个在这种佛筒是六个人 那 有时候佛筒对他们说法 两个人去托国 托来给六个人吃 有时候三个人去托国 两个人在这边天津 所以 就这样 那这样后来 无比修才都震撼了他 所以 所谓无比修讲的 基本上一开始是讲 不苦不乐的 因为无比修执着 苦行才是解脱 然后渐渐的 然后告诉他们 那么世间的这一些 世间的这一些观念 杀人朋友们 当时认为的解脱法里面 不是常见就是幻见 有一个放我 尤其是奥义书 他是认为有一个放我 见真果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那 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是解脱的 那么还有部分的 唯物论文 顺势外道 认为 根本就没有解脱这件事 那么佛筒把这个离清 那 因此 这些无比修才能断身见 不常不断 然后断身见 然后得解脱 那这个其实所谓的 所谓的中当 就是对无比修初转法里 那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他说 所以 他说最初为无比修大转法里 就是四帝法 先讲不苦不乐 然后讲不常不断 然后讲四帝 那么四帝 一清楚了就没有华语 知道 怎么样修可以推解脱 四帝法 就是称为 三转十二形象的法文 明白表示出 对四帝的次定深入 那三转十二形象 导师下面有解释 不过我们还是 就一般的说法来说 四转二转三转四转 我们先说 佛先指示了哪些是苦 哪些是起 哪些是念 什么是当 这是 这应该是 凯切分别详细指示 凯切就是切实的 切实 我们讲的是 仔细的分别详细 切实的分别详细的指示 不但要知道哪些是苦 哪些是苦的极因 苦就是苦因 苦果必然从因生 就是从其生 果必从因生 苦是果 极是因 所以哪些是苦的原因 就是极 所以他这里说 哪些是苦的极因 哪些是苦果的原因 苦因 苦果必从苦因生 所以有苦因 所以有苦因 就有苦果 有极就有苦 这些事 而且要知道 这些苦是真实的苦 绝无不苦的必然性 这是第一转 这是第一转 是开示而使其了解深入的 我们先从三转十二形象一般来讲 一般三转是这样 老师先讲的第一转 他是说三转是四转 劝转 四转 四转就是先让你理解 什么 哪些 哪些是苦 哪些是极 哪些是命 哪些都 四转 第二个是所谓的劝转 告诉你 要 要这个 断棘正面修道 知苦断棘正面修道 就是劝转 那么第三个是正转 我已经知苦断棘正面修道 所以你也应该知苦断棘正面修道 基本上这个时候是三转 那三转里面 有所谓的十二形象 那基本上是这样 十四苦 断棘 十四苦 逼过心 我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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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此事吉招感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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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急 此心內 口正心 此心道 口修心 這個是所謂的四轉 第一個叫做勸轉 勸轉 勸轉 他說 此事苦 無因之 那我們寫這樣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四轉 這樣是 這個是四轉 第二個 第二個 此事苦 無因之 第二個是一樣 此事苦 無因之 你應該知苦 此事直 無因段 此事苦 無因之 定之 定端 此事滅 無因正 因為他可正心 所謂無因正 此事道 無因修 这个就是第二个劝转 这个是第二个劝转 从这里平线下来 第二个劝转 第三个 此事苦 那么我已知 我已经 我是走过来的人 所以我告诉你 这样 此事苦 此事直 我已断 我已经把烦恼又断尽了 此事灭 我已真 我已真灭白 我已真 此事到我已熟 我已经一道 一修这个道 我正真灭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正转 正转 那这个是所谓的三转十二形象 这加起来是十二 四三十二 三转十二形象 三转十二形象 基本上是这样 那 老师在这里 先讲到第一转 四邪 是开始使其了解生性的 接着 佛更说 苦是因之 应该深切了知体验的 那么 人深切信解 世间的苦过去 才会发生 厌离世间 求向解多 所以你深厚苦 然后知道要厌离 求解多 那么 你知道苦 那么才要离苦 那么要离苦 必须要知道苦因 要知道离苦的方法 是这样 所以急 就是苦因 应该要断 苦因是什么 就烦恼跟业 主要是烦恼 那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无名跟贪安 其实就是这样 不断变身苦苦 无名不断 爱缘不尽 那么 他就不断的沦迴 生死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灭是应该正得的 这才是解脱的实现 灭 基本上就是灭导 那就是灭尽一切断绕 那么不再有生死 那么道是应该修起的 只是道明说 不修道就不能断棘而正得灭地 那么这是第二转 劝大家应该要知苦断棘 正面修道 第二转 劝转 所以要知苦 应该要生切了之 世间真实是苦 苦苦快苦辛苦 愿正会爱卑林求不得 那么有生劳病死苦 这些你要知道 所以苦有逼迫性 那么从知而行 那么从行而去实践 所以知苦而离苦 那么修行以离苦 就是这样 从知苦而要离苦 那么依照修行 那么八正道而离苦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 从知而行 从行而去实践 那么修行以离苦 接着佛在自身的经验 告诉弟子 那么苦我是已经策也生生了 此事苦我已知 此事急我已断 知苦断棘就是 他已经把烦恼断棘了 那么主要就是断棘什么 无名跟贪爱 此事灭我已正 我已经得解放了 我已经正灭了 此事到我已修 那么已经应该修了都修了 我身体去犯罪理 所作一半 不受败了 也就是说 我已从四地的知断正修 以知以断 以正以修 完成了解脱生死 体现灭盘的大事 就正得灭盘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 去完成呢 这是第三转 就是我们讲这个 以知以断以修 以正以修 以自身的经验为证明 来加强弟子们 信节修行的决心 就是我告诉你们的 都是我实际亲身经验来的 是实际可以的 那佛说四地法门 不外乎这三转十二形象的法人 好 那么这里讲到三转十二形象 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呼掌一向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普及于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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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